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玉山谷茶厂》自松代出境以来 主要的功能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茶叶交易 到了明代以后还专门设立了刑警室 后来有茶叉庙 你交易的茶叶在那个地方登记过乘 付钱还有叫茶税 明不以后时局的变化就着不得衰败 2004年国家有关专家 看了这个玉山谷茶厂以后 玉山谷茶厂这样有功能性的建筑 尤其是有茶叶交易功能性的官方茶厂 在我们国家建筑一家 是我们国家茶叶和茶文化的一块活化石 2006年6月13日下午天空时下着朦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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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玉山谷茶厂 听我们这个地方刚刚被批为国宝单位 那个时候习书记就是在这里品尝了盘的原封 他当时说这里的茶叶很好 水也很好 有点停味 然后等到他把这个茶杯放下来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一个事情发生了 怎么呢 因为后面有一块墙桩掉了下来 然后当时的工作人员都有一点紧张 当时习书记他没有任何的警察 太郎自如地看了我一眼 让我向他介绍这里的保护规划 因为那个时候的古茶厂确实还是属于那种断壁长远 随处都可能会有东西脱落的危险的 习书记在玉山谷茶厂的考察结束了以后 他提出了这个意见 要专款专用 要把这个钱用到玉山谷茶厂的维修上 8月底 这个500万块钱 就一分不少地下播到我们县财政局 9月份 马上就开始公开造投标了 经过两次维修以后 这个玉山谷茶厂是恢复了原来的历史风貌 当时总书记走在这个通栏上看到我们那个展板上有玉山赶茶厂的这些照片 我呢和他介绍这是当地春色秋色的活动 然后呢他就问我们说 我说港茶厂还有这个明龙湖大旗 这些项目有没有申报非议 我说我们正在申报 然后他听了以后顶顶头 很高兴 春色我们玉山区域周边的那些龙灯啊 都要到这个火茶厂的朝代 五龙灯啊 还有包括的其他一些年术聚盟啊 秋色讲到底 也就是庆丰收的意思 据船的话我们遇上去有30多枚龙湖大旗 多到有啥古茶厂 边上来 这个大家一起来进行秋色的活动 秋色跟春色的主要意义就是秋风调有盛 乌龟端茶呢 牛圈我们这里有两百多年了 半香肠乌龟一样 能够转过来又能够发过去 水又漏不得下 它是凤茶客人来的时候就端茶给人家去 每次五茶家 有游客来啊 有大营活动啊 每次都去常见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能够把它存下来 发扬光大 这是一件大好事 八年的工作时间里面都是围绕着 古茶厂的发掘 保护 开发 在做文章 以及我们周边茶园的这个开发 以古茶厂的保护位切记 推动我们盘这个茶叶产业的发展 我16岁的时候 我爸爸拉着我的手说 省委书记喝了咱家茶山上出产的茶 希望我要把家乡的茶叶卖到全世界 2019年呢 我放弃了国外发展的机会 从我爸爸的手中逐渐地接管了自家的茶厂 目前我们茶叶每年外销的比例占到六成以上 通过扩大生态茶园规模 加大科技投入 带领茶农建立起供服车间 我们每年可以带动上万茶农实现体制征收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 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